你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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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這星期可能比較特別 星期四日香港時間晚上 進入杜拜賽期 上年前呢 used such as 就是杜拜星期四的赛马日开始了 大家都明白杜拜每一年11月底就跑到4月头 是跑这几个月而已 因为天气比较好一点也没那么热 但是大家也很清楚 主队高多芬他们实在太多马了 不停满地出来撕下敌方的虚实 去到现在星期四的赛日也好 其实都距离这个正本的世界杯 还有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未必可以看到最好的高多芬马 但是有很多一些上来希望试的外队也好 或者当地一些本身都是其他马房的 比如沃达顺那些 都开始拿出来就希望跑好一点 跑兴了 拿多一些奖金 其实都不失有精彩的 不过买了未必会很多 究竟去到正本戏这一站马 会不会是很高水准呢 有时都看见这只蓝营的部署都是 真的收收买卖 可能去到真的杜拜世界杯赛晚 即是那晚赛事才拿出来的 才是比较好的 是的 稍后其实有机会 我们看片的时候看到很多蓝衣服的 但是又没有报这一天的 又不知道星期六会不会见的 有些可能连世界杯都不见 留下年的 没错 等会大家考虑一下你 没错 我想这样 整个杜拜赛期来说 这一天的赛事大家可以当一下热身先 是的 当晚就有三场赛事 其中两场就是泥地赛 沙地赛 另外有三级赛 杜拜千兴感标 往年我们也有转播的 跑了一个2000米的草地赛事 然后也有亚联游杖树大赛 他这场跑了泥地 大家留意有1900米的泥地赛事 另外也有二级赛的沙标一里赛 跑了1600米草地 尾单短途赛就是二级赛 跑了1000米草地赛事 而且头场是10点半就会开跑 但是谈之前都带大家看看 去到今个马季了 2019 2020 究竟当地连马斯 其实他们最近的表现是怎样 连马斯呢 刚刚也说了 乌达讯其实出了很多马 所以暂时说成绩最好是他的 20场头马 司马雅就有19场 你看到为什么好像抛离了 艾柏宾和苏莱那些 因为人家都已经拿出来士兵 看出赛马匹你已经知道了 看出赛之数 马少很多 当你艾柏宾的胜出是26.7% 而上升到40%的时候 你很明显已经看到 是高过一同二的胜出率 其实也很多 大家留意到 我们所说的蓝营不是艾柏宾加苏莱 如果两个加起来 其实他根本都比较高 不过他们加起来都不够人家 一个马防出得多 没错 连马斯就这样 骑士又怎样 暂时哪个比较威 看看哪个领先 杜巴城 不过都是12分 因为他们举行过赛期的日子 就不算真的很多日子 12分 接着有5个第二 7个第三 上赛之数也不算很多 但上升都非常高 另外莫里莱 奥斯瓦 分别有9分和8分 是一波移鹤 因为较遲到这个尾单 所以他出赛的次数很少 25次 但是有7个冠军 4个亚冠 2个季冠 超过一半能够上升的 这个也是特别需要留意一下 其实他最近手风很顺 其实连杜俊成也是 你跑了21场而已 已经有6个冠军 有28.6%的胜出率 我们逐项看看 先看杜拜千禧錦标 因为比较特别 现在来说 我们只知道 是一个报名名单的东西 因为他是比较迟 才会知道最后排位 但是就看一个屠程 因为这场赛事是草地赛 马少就不太影响 排什么档位也不重要 而且是长途赛 杜拜千禧錦标 草地2000 2000米 2000米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将会用了对面直路 等于我们香港沙田的千百 对面分析直路 尾一个大弯回来 大家都明白了 尾单马场又没有上车 弯度又够阔 平地一条 没错 初步的报名马方面 我自己一看下去 其实那几只马 虽然很多都说出名牌过 但是也一定不是去到最顶级的马 如果你说比较高分 大家可以看看 比较高分 其实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126分的国际评分 他又比较高一点 好,不过先看了蓝营的马 始终是他们比较凶 先看这位高分传统 因为这位高分传统是去年冠军 那场马我们也很记得 很少召召了一场马 说全部一样三五 八只有六只 要跟着帽子 跟着帽子 当然他是黑帽子的 后面上来就竞赛历史了 他去年也只是集中跑杜拜赛旗了 赢完 但是你之后 他跑了一些黄金资刀锦标 没什么看的 都不知多谢 看完这一场之后 在黄金资刀锦标 我们飞也飞不及了 已经够了 事实上他之后就再淹了他 淹完之后 今季是初次復出的 我自己觉得那只马 你说是否真的跑得出他上季的水准 其实因为他上季也不是很厉害 他真的要很提升才能够赢 是的 不过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他如果跑出自己的水准 多数是控制到步速的位置 马少的 在前面慢慢跑 他去年也是这样赢 你说实力很突出 绝对不是 他淹完之后就去了法国 跑了一场赛赛 但是对于日光与海 其实输起上来也没什么说服力 没什么逼近前面的马 所以也不是太过好 当然因为那场的跑法 他就不是用他刚刚那场的放头 还是留在中踏 这个也是我们永远都猜不到 那些蓝衣服戴什么帽子会怎么跑 而且上一次他跑黄金之刀金标 突然间你又不是最前一只 你又不是控制步速那一只 这个跑法上就有点疑问的马 不过有一只马 曾经赢过这一只海市神怒 那就是某人 在一月份的时候曾经赢过他 但是之后隔了两个星期 再跑这一场洋赛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磅加了5.5kg 加了 没错 跑到中间的位置好像较弱 在中间的位置 因为在说一月16日他赢了海市神怒 那次就很轻的磅 53.5kg 这次就不同了 别人60kg 是的 这次是什么都白色下磅 这次回到那两步转弱 留意一下赢的那一只 看看在之后七个星期会不会看到他 American Graffiti 那只有机会 我自己觉得是未来的蓝营新星 但是暂时已经收起了 那时很低分 比较低分的去赢 第二那只就是创意识胜 所以第三可能就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磅 突然一下子加了那一只 大概十多磅的差距 可能一下子不太会 但是这一批某人 就始终连续就几仗 都在二千元就有些证明到 就是这个路程就不太担心 还有我自己喜欢他的跑法 真的很弹性 他试过自己走在前面 是可以回来的 没问题的 刚才看到他稍微追历都可以 那这次相对来说 他的磅就算轻一点 比起上一次 他上一次是加到11磅 那这次如果看回他实际的负磅 就是报名表出了之后 他就收起5磅 那回来其实上次都是输 不是说真的很多 那这马真的是合适的 所以飞高多分的马 这一批我想有些机会 就可以乱到一个大局 飞高多分的马也还有 荒莫力棋 大家都熟了这一批 这一批曾经在加拿大 国际錦标一再赢马 是 去年10月12号 这场赛事就已经隔了半年了 但是赢着 可以说你在古活赛棋 冰沙那些全部三级赛事 他都只有五个马跑 这一场都是六个马跑 不过我坦白说一件事 我对于他优后复出的那一场 从来都是有少少的隐忧 你看到最近两三次 他休息了几个月出来的那些 通常都是热身性质 我自己觉得他的目标 应该会是黄金之刀 多过这场 这场是特别的 再长一些路程 大家都熟悉他 这些是李半马 这次就2000 不过他的级数 他本身就算他不太赢马也好 但对着这些他就够应付 但他过往两季 就好像找杜拜的赛琪去做热身 两年都是这样 两年都是去杜拜热身 就回到欧洲那边 就含含的赛地赢了多长 看看究竟是否热身味道比较重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看看下一场赛事 亚联游杖树大赛 一跑泥地1900米 看看赛琪 1900米的泥地 所以起步之后要转弯 不过幸好也是马少 但回看今年杜拜 几次尾单的赛琪 这个泥地又不算很大 你真的一定要走一步才赢 今年看到这个泥地是有得追 以往不是 不过所谓的追也不是包尾追上来 是 中间位置 好了 出赛马最初的报名 就真的不算有很多 小猫就只有几个 主队有Dubai Love 另外日本代表Serain 你看到有两个比较少见的 北欧代表 也有 Carras Whisperer 这些都是在瑞典 甚至乎有一只在挪威跑过 熟就不会真的很熟 但慶幸有部份 其实一早已经来到杜拜 是对战过的 因为三岁刺马 刚刚没有起的刺马 所以之前都没见过他跑的 如果你说参考价值来说 都一定是在杜拜曾经跑过 是好一点的 一千坚里其实也有几个砍过来 当时是脱离了 Dubai 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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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只Escobras 也脱离了很远很远 赢的部分是Dubai Love 早一段就跟在领防马的后面 在来当 转头拿出来就完成了 但是中间也有一只 最后一只最后一只寄望的马 但是他之后再跑 再出他也是跑过第二名 输给那只Bella Viva 那只都没输过 所以你看看 之后会不会有机会 我们遇人转播 看到一只最后一只 但如果你说Dubai Love 在这一场 已经可以用一个 追小小的姿态 我想如果这一组暂时 在报名方面 只有六匹马 这只真的高了多少匹马 还有我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计血统或体验 都一定要的 就是到底这只马 可不可以应付到 1900米的一个途程 我们过往 亚联游像术好 打比好 其实很多马就是 在于这个路程上 原来都没戏 是很短时间要转路程 虽然我们看1月23日 到2月20日 但是一个月300米 因为它不是草地 而是泥地 那个难度更高 三岁马尼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即使你说Dubai Love 应该有很多朋友 会注视也好 它是一只3月5日 才出生的马尼 它其实未转到三岁 两岁多而已 所以这些马尼 你说是否真的可以应付到 我都不敢说 再加上来 看回雷亭叶本身 即是他父亲 父亲都是1600米 最好 妈妈那方面 虽然说Devotion 他是迪伦的女儿 但其实他生的那些子女 甚至乎他自己跑 都是1400米 而且那些无线家族成员 就未必说真的这么长 这么足的马尼 这点要小心一点 我们好像记得去年 完全出来的赛果都挺意外的 如果在英国 欧洲那边 他初跑章处女马赛 都是1700米 未到1900米 然后都是宿程 1400米 和1600米 就有成绩 反而你刚刚叫他跑第二那只 Down on the Dubai 其实那只马 他虽然说是路程根据的 全部是1400米 但原来他的半生姓 那只Polar River 就是早几年赢了这场赛事 起码无线血系的封印一定有 爸爸Super Saver 一定是赢很合棋 打比跑2000也没问题 是的 我觉得气量反而会高 就是多一点的根据 大超值 Super Saver 跑到2000也没问题 而且你听到他刚才都挺硬的 就是被人过了他都会打上来 我们先休息一会 回来还有两场要谈 休息一会